吴泪和赵洛斯主演的古装剧《心汉灿烂》 虽然已经完结了,但热度依旧很高 高糖剧情让大家都可疯了 这部改编自关心泽乐的小说《心汉灿烂》 《性胜之灾》 许多原著小说里的高糖名场面 在电视剧里都神还原了呢 林布宜在小说中有很多明目张胆的告白是爱举动 情不停抱不停 动不动就把承哨商禁锢在怀里 对承哨商的战友欲极强 小说超级甜啊 《心汉灿烂》十个高糖名场面 承哨商侯杰吻林布宜抢婚 方外婚后遇到炸裂 原著小说《心汉灿烂》高糖名场面衣 林布宜和承哨商的侯杰吻初吻 原著小说里 林布宜和承哨商的初吻甜到炸锅 宴会上林布宜和二公主一起表演出信 林布宜第一次在承哨商面前展现情意 而二公主的舞姿是出了名的 所有人都盯着二公主看 只有承哨商望着林布宜 承哨商还喝了林布宜的酒杯里的酒 结果林布宜谈完紧之后 回来就问承哨商为什么喝自己的酒 还问为什么一直盯着自己看 承哨商回答因为好看 然后鬼使神差之下就起身想擒林布宜 本来想擒嘴 殊不知微醺之下身受迟钝 重重的擒在了林布宜的侯杰上 林布宜一抹不可置信 大手上紧紧抓着承哨商 然后低下头擒了擒她眼红的小嘴 潮起甜样 心安灿烂高糖名产梅儿 林布宜为承哨商补衣服 原著小说中描述到承哨商破了的衣服 可是林布宜前手缝的呢 承哨商不善女红 某次为了给林布宜缝补袜子和礼仪 把自己的手指都扎成了满天行行 成品还不怎么样 文迪看了都翻白眼 林布宜看了超级心疼 而且林布宜还知道承哨商辛辛苦苦做女红 其实是为了不被文迪骂 不是真的要给自己做双袜子 林布宜说上回你衣服刮破了 还是我给你补的 我何时指望过你的女红 承哨商还委屈表示 就是因为未来夫君给自己补衣服 让他回去被父母足足骂了两个时辰 实在太好笑了 林布宜好宠承哨商 林布宜看到承哨商委屈红练的模样 还忍不住低头咬了一口承哨商的鼻子呢 这也太甜了吧 心悍灿烂高糖名场面三 林布宜为承哨商暴打一众世家官员 林布宜真的难有力炸裂 因为一众世家小姐故意欺负承哨商 把承哨商推下水 他竟然一家一家上门打人 惩罚那些女孩的父兄 有几家写帖子去把人请来 人家本来以为能和大将军判关系 殊不知一进门就被卸了一条胳膊和一只脚 有几家路进的是直接上门驱打人 前七家就是这么解决的 所以说承哨商一人落水 就要满朝文武变残疾 这件事情把文帝给气坏了 所以才账大林布宜 不过文帝其实是个助攻手 贵大林布宜让承哨商心疼 果然这件事后两人的感情直线升温 心爱灿烂高堂明场面四 承哨商深夜陪睡 差点擦枪走火 这段剧情特别郁 林布宜一把揽过承哨商 把她禁锢在怀里 揽过她的脖颈 灼了一下被冻的烟红小春 承哨商还没反应过来 林布宜的身吻就压上了嘴 她修长的手指 死死固着承哨商的头 把她整个人都揉在怀里 然后反复水吸 舔是商商的唇 再度擦枪走火之时 她才松开承哨商 然后低哑着声音说 有些事还是成亲后再做吧 什么事你倒是说清楚啊 心爱灿烂高堂明场面五 林布宜为承哨商怒拆祠堂 原住小说中有许多小情侣的腻歪行为 动不动就轻轻抱抱 要不就霸道禁锢 林布宜对承哨商的拽有欲极强 而且户其无极限 所有人都知道承哨商是林布宜的心甘大宝贝 轻易碰不得 像是梁家某一山岸 承哨商发现密室被挟持 林布宜找到人直接原地就要拆人家房子 那可是人家的祠堂业 承哨商脱险后 林布宜抱着她又气又急要一顿大骂 殊不知 承哨商一装委屈 她就整个融化 我都吓死了 你还要骂我 林布宜气全消又心疼 正好不停的温柔的哄 承哨商把林布宜拿捏的死死的 先按赞了高堂明场面六 林布宜整马灯修罗场 原住小说后半部的高堂明场面也很多 林布宜整马灯修罗场算是景点之一 林布宜流放五年回来和承哨商在拱门前重逢 她看见承哨商的那一刻 眼里瞬间有了光 像承哨商在前任务婚夫袁慎 及吃瓜群众面前 重逢前任务婚夫却很慌 所有人都在看好戏 而承哨商只想落荒而逃 没成想却上错了马 怎么都起不了 承哨商就当着所有人的面 穿越众人走到承哨商面前 给她整马灯 就是有种茫茫人海我只看得到你的感觉 林布宜实在是勇 爱得明不张胆 她一只手握着承哨商闲洗的腰 然后帮她挑战好马灯 还访问承哨商 我现在连给你整马灯都不配了吗 人海装可怜 承哨商看着她手上的伤还委屈的说 你也不问问我疼不疼 就这样当着原生和所有的面当场是爱 现在在了高堂明场面期 林布宜抢婚修罗场 要说最精彩的修罗场应该不是整马灯 而是林布宜当着原生的面 直接抢婚 林布宜要找承哨商聊聊 作为未婚夫的原生说 我也要一起 林布宜也不拒绝 结果就变成了三个人 嫁一位吃瓜群众 五皇子一起挤在一辆马车上 然后林布宜直接开门见山的对承哨商说 承哨商你和原生退婚吧 然后嫁给我 原生都惊呆了 原生吃瓜吃的乐呆了 承哨商又惊又气直接大骂 林布宜是个疯子 心喊灿烂高堂明场面巴 林布宜怒气牙印之爱 抢婚修罗产还不是最精彩的 林布宜怒气牙印之爱才够看 五年前 连人曾经有过牙印定情之吻 五年后成逢 林布宜掀开承哨商的衣衫 发现牙印几乎淡得看不见 承哨商说 他这五年用了最好的 去拔药膏一点一点的痒 在和原生成亲之时 就会完全消失 林布宜听到之后气渣了 再次把承哨商禁锢在怀里 手脚紧紧缠住 然后一口咬在手臂上 再次一上 实实的牙印 把承哨商怒气哭了 然后承哨商也烦咬活去 高糖名场面酒 林布宜当众下跪求原谅 牙印之后才是真正的 高潮名场面的 林布宜单膝下跪在 承哨商面前哭唧唧的说 你别这样狠心 求求你别对我这样狠心 那我去爸爸的模样 哪有平常雄神恶煞 打将军的样子啊 林布宜完全就是爱的 不要面子呀 最好笑的是 林布宜这副甜狗模样 争巧被宫艳解释后的 一中女军撞个正招 两分人你看看我 我看看你呈现静止画面 结果隔天 两人的事迹 达人就传得满城风雨了 下餐了高糖名场面食 婚后恩爱缠绵 把手伸进承哨商衣礼 大家一定要去看 远处小说的房外 林布宜跟承哨商婚后 甜到炸锅 像是某次 林布宜大清早又出门 承哨商披散着头发 光者仙仙欲卒 除了要送她 那模样魅惑客人 林布宜一把又搂住承哨商 承哨商轻轻咬了她的喉结 然后又闻到她敞开的胸膛 就这样林布宜又按耐不住了 直接一把举起 咬住承哨商的耳朵脖子 然后一路向下 还有一次承哨商替林布宜刮胡子 两人四目相对 还情默默 情义闪面 林布宜一只手握住承哨商的腰 然后因为夏天 衣衫袖口宽大 她一只手竟然直接伸进了 承哨商的衣衫里 后面就怀人了 孩子一个接着一个生 然后再次承哨商